相传有些人会平白无故的性格大变 女人声音变男人 孩子声音变大人 有些人变得神志不清 胡言乱语 有些人则能说出一些自己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在民间仇顺中 一直把这种奇闻叫做戒时还魂 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 有一个叫李玄的道人 在人间修行了很长时间之后 得到了一些神通 有一天他元神出窍 打算去华山与太上老君轮道 走之前他就嘱咐小道童说 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肉身 如果七天之后还没有回来的话 就要将火炼化自己的肉身 结果谁知道这小道童贪玩 忘记了日子 才过去六天就把李玄的肉身给火化了 李玄回来一看 自己的肉身居然没有了 元神也不知道去哪里是好 正巧发现路边有个刚刚饿死的乞丐 身体还有一丝丝的余温 李玄掐指一算 这乞丐的生辰八字居然和自己完全一样 他便让自己的元神进入了瘸腿的乞丐身体里 他就是后世人们众所周知的八仙之手铁拐李 这很有可能是民间传说中最早记载戒时还魂的传说 相传在清末年间京城有一户姓孙的财主 人送外号铁公鸡 虽然有钱但是一毛不拔 既舍不得吃又舍不得喝 对待家人也非常的抠门 有一天他出去溜弯回来 看到老婆居然剥了几个鸡蛋 只吃了蛋清 没吃蛋黄 他是又气又恼 一边把蛋黄往嘴里塞 一边气势汹汹的进屋 想要找老婆理论一番 结果他老婆听到外面有动静 猛的推开门 把老财主吓了一跳 一口气没倒上来 鸡蛋黄直接吞进了气管里 老财主就这么活活的给憋死了 这古代有钱人家办白事 都喜欢找风水先生看阴宅 老财主死了 他老婆就找了个十里八村 最有名的风水先生 也不怕花钱了 想给老财主找个好地方埋了 也好造福子孙后代 风水师就拿着罗盘 在山里四处晃悠 突然之间看到一只熊鹰 正在追捕一只野兔子 只见着熊鹰猛然间 从山上飞速的俯虫而下 眼看野兔子就没命了 谁知道兔子突然躺倒在地 双腿的猛的往上一窜 一下就躲开了熊鹰的猛扑 风水先生大叫一声嚎 说这里兔子腾空的地方叫做生龙地 如果埋葬在这里 至少能蒙殷后面子孙三代 选对殷宅本来是一件好事 谁知道财主老婆可能是跟老财主过惯了抠门的日子 价格也谈好了 殷宅也选好了 给钱的时候却开始啰里啰嗦 硬是只给了一半的银两 那风水先生自然是很不高兴 就在老财主下葬那天 从别的坟上抓了一把土撒了下去 还在棺材的正中间偷偷的打进去一颗小铜钉 这老财主生前抠门到什么程度呢 他家吃剩下的饭都舍不得扔 于是就养了一只大黄狗 专门吃剩菜剩饭 虽然对人数来说这是剩菜 但是对大狗来说这是相当的丰盛 所以大黄狗一直对老财主是忠心耿耿 自从财主死后 大黄狗是不吃不喝 一天到晚哀嚎连连 尤其是三更半夜的时候 经常突然发出非常凄厉的叫声 看起来也活不了多久了 财主家有三个儿子 他生前和老三的关系最好 可是这老三从小身子就非常虚弱 有事没事就爱发烧闹病 再加上老财主死了伤心 大黄狗又一天到晚的乱叫 不知道是吓到了还是怎么回事 老三突然有一天在院子里就晕倒了 口吐白沫全身抽搐 一家人赶紧围了过来之后 老三突然睁开眼说自己难受死了 胸口发闷透不过气来 这时候一家人猛然发现 老三的声音居然完全变了一个人 像老财主一样 随后老三就又昏了过去 怎么都醒不过来 财主老婆一看吓坏了 连夜请人把老财主的棺材挖了出来 这才发现棺材中间偷偷放进去那颗铜钉 又请人重新做法事下葬之后 这次老财主的老婆是一分钱都不敢少给了 安葬完之后 老三居然自己就醒了 相传在明嘉靖年间 浙江府上有一个名叫王庆的同生 因为家道中落 所以成了同生之后 就再也没有去参加科考 留在家中做了一个小书院的教书先生 虽然说王庆长得非常黑 但是样子却十分英俊 再加上教书育人 这份工作非常体面 所以就有不少媒婆都前来找她说亲 就这样一来二去 王庆就和府上一个老木匠的大女儿成了亲 这老木匠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金芝嫁给了王庆为妻 而二女儿金叶长得比姐姐还要漂亮 可能是眼光有点高 所以一直来了说好多说亲的人 她都看不上眼 王庆和金芝结婚之后过得是非常幸福 没过两年就生出了一个大胖小子 那孩子也十分聪明 三岁十字六七岁已经能把三字经到位如流了 王庆家里原本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 可谁知道一天金芝出门回家的时候 天突然下起了大雨 地上泥很多又非常滑 金芝一不小心就摔倒了 正好头磕在一块大石头上当场也断了气 大雨过后金芝的尸身被路人发现 就给送到了书院里告诉了王庆 这王庆平时和金芝感情的非常好 一听说自己媳妇突然死了 顿时大惊失色 等她看到妻子失守的时候 哭的也是死去活来 差点断了气 金芝的意外让全家上下都陷入了悲痛之中 然而正当一家人为金芝处理后事的时候 妹妹今夜的房间里 却突然传来了一声非常凄厉的叫声 因为平时姐妹俩关系非常好 王庆担心妹妹别想不开出什么事 就赶紧和家人冲进了金芝的房间 定睛一看 他金芝居然坐在梳妆前台正在照镜子 口中还念念有词的说 妹妹我怎么会这样 金芝听到门口的动静 就赶紧回头一看 王庆正在这里站着 金芝居然瞬间大哭了起来 一下就扑到了王庆的怀里 边哭边大声说 相公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没想到老天爷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老木匠一看这架势差点弃云倒 他说金芝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姐姐才刚死没几天 尸骨未寒 你怎么就这么厚颜无耻的抱着姐夫喊相公 王庆听闻之后也赶紧一把推开金芝 谁知道金芝连跪带爬子又扑了过来 一边哭一边说相公你看看我是谁 我是金芝啊 全家人听到这里算是炸了锅 姐姐死了妹妹疯了 谁知道这妹妹金芝突然一抹眼泪 站起来扭着腰哼起了江南小曲 王庆一看的是大惊失色 这曲子这妹妹金芝的一贫一笑 这舞姿完全和姐姐金芝是如出一辙 而且这支曲子只有在闺房四下无人时 金芝才会唱给王庆听 外人根本不知道 如今妹妹金芝怎么会这样 想到这里王庆不禁睁大双眼 莫非这怎么可能呢 王庆差点惊掉下巴 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面前妹妹金芝 谁知道金芝点了点头说 是我相公我是金芝啊 我一觉醒来啊就发现自己在妹妹的房间 穿着打扮呢也和平时不一样 于是啊我拿起镜子一看 自己竟然变成了妹妹的模样 说吧呀金芝又问道 妹妹呢妹妹去哪了呢 王庆听到这里啊可以说是又惊又喜 他把事情啊一五一十的告诉了金芝 只见金芝啊捂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泪水啊就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他边哭啊边对王庆说 相公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身子死了 可是我却在妹妹的身体里 那妹妹到底去哪了呢 他会不会随着我的身子一同离开了呢 金芝啊越说越激动 哭的是梨花带雨还不停颤抖 虽然说啊王庆有点不信 但是眼前说自己是金芝的这个金叶啊 就连自己身上有几个物子都能说的 你清清楚楚 更是知道啊他们平时在闺房之中 打情骂俏的那些细节 王庆啊深知金芝是肯定不会把这些事告诉别人的 所以啊这一切又由不得王庆不相信 话说到这份上啊一家人的心情呢也是难以形容 姐姐丢了身子 妹妹丢了魂 你说这俩人合二为一了吧 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 总之家里是少了一个人 自此以后金叶的身体金芝的心 王庆又和妹妹过起了日子 而住到金叶身体里的金芝啊 对妹妹更是心有愧疚 每天都要去自己的坟前烧香祭拜 他觉得啊 妹妹的灵魂应该是随着自己的身体走了 自己祭拜的自己啊 其实是在祭拜妹妹 就这样过了一年 金叶十月怀胎临产 产婆说啊孩子太大不好生 把金叶啊疼得是死去活来 没过一会儿金叶就晕了过去 好在啊有惊无险母子平安 结果等金叶醒来之后啊 居然大惊失色 他一把推开王庆大吼道 姐姐刚走你怎么就来抱我呢 王庆听完啊也是吓得屁滚尿流 这难不成是妹妹金叶的魂又回来了不成 一家人呢 赶紧把事情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了妹妹金叶 这时候啊金叶才哭着说 其实当初自己陪姐姐和王庆去相亲的时候啊 自己也看上了王庆 可能啊 正是因为姐姐明白自己的心意 所以才有意上演了这一出借时还魂 来撮合两个人 现在啊孩子都生了 姐姐可能也就离开了吧 那么这一期啊 故事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陈先生 我们下期见